詞曲 Gadig 去年的話,因為風場玩的人英雄都比較急勁嘛 所以在前面會滾動到比較多的節奏 但是RARRIOR就是比較偏團戰型的英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打到中二級的團戰 就是前面不會滾太多選球 可能會有點受限,就是如果我玩前期激進的英雄 對面中野,如果是前面比較強的英雄 我就會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像以前那麼激進 面對IHU就會想到我的好朋友 Alex 他以前在國中時候就是我的朋友了 希望我這次可以把他打爆,讓他送回高校 我覺得這不成問題,因為我的腳踏池一定比他還廣 我如果打到LIF的話,在線上是壓制他的 只是他的支援看起來是比我好很多的 打擊球賽如果遇到他們,我的支援要好很多 才會一起去過他 那他儘管來,希望他能把他搞爆 就是他們最近感覺比較不太穩健一點 就是他們好像有稍微鋪鋪他們的弱點 然後我覺得我們就是想辦法抓住他們的弱點 跟他們的劣勢的一方 然後就是去進行突破這樣子 然後不要讓他們上路拿到太多優勢 弱點的話我覺得在於他們的 就是角色搭配上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然後角色池的部分好像也有一些 不足的地方,就是會常常看他們選一些 劣勢角去對抗版本的強勢角這樣子 他個人的話我覺得他 他選擇一些壓線角的話會比較順手 但是他選壓線角的時候 打野對他的關注就是幫助比較多 所以我就是盡量跟打野去溝通 然後怎麼去做對抗 自然這樣講是溝通的部分 因為畢竟就是他們 Boogie是很遠 雖然不知道他的中文程度到什麼程度 但是在細節的溝通上我們做好的話應該會贏過他們 HQ是比較多的 HQ是比較多的攻擊 但我們都會比較多的攻擊 或是最中端的攻擊 我們會比較多的攻擊 我們會比較多的攻擊 可以做得到的 或其他类似的类似的 都很擅長的選手 除了中國的選手 除了中國的类似的 中國的类似的类似的 主動角度 都很擅長的 最重要的選手 最重要的選手 因為我們不能贏 所以最重要的選手 我覺得應該是 他們的角身陣容可以做一些調整 對啊,可能他們還沒找到 他們適合隊伍的套路 閃電狼最主要提防的選手 應該是他們的上路選手 哈納幣吧 應該是他們隊伍最重要的核心 然後他的打線能力跟支援能力 常常會給到一些地圖上的壓力 我覺得利福他只要 就前期不要出事 那基本上中後期我是不太擔心他 任何的團戰的支援 我都覺得他是很優秀的 甚至最頂尖最優秀的 我覺得現在閃電狼最大的優勢應該是 一樣是我們的中野吧 我覺得我們中野 在第二次交手之後 我們中野明顯的比對面優越了許多 然後還有 我們下路線還有人員上可以調度 那我相信這都會是我們很有力的武器 那我覺得打產量的話 最重要應該是我們下路線的這個環節 因為 他們現在取向的戰術 有點偏向於想要養肥下路線的AD 那如果我們壓制到這一點 那我們應該可以很容易取得這個勝利 然後再用一端 然後再用一端 再用一端 踢兩端 怎麼進行 到那裡 我感覺閃亮正在抓取對面來回調性的失誤 加里歐在右邊 正面看到AX裡一個嘲諷流出 葉曲就在遠方看 他已經坐車趕到 小C這邊有個球果趕緊先走 AX還選擇跳下來機械追擊 這場他要打9 他要拖後期打一個後期的團戰 裝了一個J-Team的晶片 對 現在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個我影響 老師逆行那事也是 不過上半步的位置這一個老師的船長 直接被人厚死坡 自己的大絕 加農泡沐 因為他如果船上來的時候 他的效果會變得非常的危險 因為對方這個時候的凱民是有傳送的 我們來看看這一波是草中裡面的蹲草之一波爆發 但是 飛進來了Poogie先吃到第一個桶子 接下來又站在加農泡沐的正中心 也就是被加強過的那個砲彈上面 死亡之女 死亡之女上面 所以他是直接被砸死 而且偷偷塞了一個眼睛喔 小C是邊猜眼 邊偷塞了一個眼睛 在對面的紅白斧區裡面 這個位置很危險喔 雖然對方沒有 喔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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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樓血量剩下3000 這邊閃亮還在繼續的等待 包圍拉了出來 不打了 不過後面TP閃 凱能已經站好位置 我放煙火的時間還沒到 這個我的隊友還綁住了 不過上方最後連鎖 直接交 瑞德是有一個水銀四代後 葉曲右邊直接衝要衝 是阿祺爾 阿祺爾交出閃現 不過掉了半險 還好Tank直接救援凱能 此時就從紅方的一個TP 後面繞備直接遞到四個人 不過近爪 有一個大決做到第一層寶物 可是寶物一結束 雜配阿祺爾的推在三位完全不屬 被閃電郎一一擊潰 剩下Deef一個人 在前面有一個凱能 手槍打一下 左邊庫提跟上之後 這一波交出驚人的Deef 沒有辦法逃跑 一波S的閃電郎零換五阿 而且這邊拿到八龍以後 裝備會變得更好 這樣子 剛其實已經 整個大家都八十幾可以輸八千 那是差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一開始的時候 是小安那邊先手去綁到 逼掉了瑞德的一個頭戴 這個時候 關鍵還是在後面 小基的這根眼關燈了以後 其實HQ是完全不知道這邊有眼睛傳下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哈皮是浩枕以霞的走進來 直接閃電一電 小安這邊是交閃電數據還是被電到 所以變成說他並沒有辦法能夠撐得出 直接被飛機從大絕拉到後面以後 直接給點掉 那後面這裡雖然說推理了小圈圈 但是傷害完全不足的判動剩下閃電的一個隊員 那個眼睛要再一次重生 是小失差的 他的這個招法在這邊打爆了 他邊擦眼邊擦 我整體換線去確保預示者能拿到 他換下來 他用一技能躲在那邊躲連手 這 這可以這樣躲捏 他那個後勾拳拉弓的動作 他閃過了 我的天啊 太難了 而且除非這邊有15 一閃亮現在的動作還要15的距離很低 喔又來了 後面又來了 目標是前面的法洛士有救援 救出來之後 凱撓又從後面再次的封住了 宅口 凱撒再次的一個進場 雖然有進場 進爪的一個神像傳奇做保護 不過起來一瞬間傷害又是差了那麼一大截 RAMBO只能用大絕先把杯體給推掉 不過這一波中了 噢呦 虛偷看索者 今天的杯體 什麼都看得到 他看到了對面的位置 又是一個繞背的傳送 這個還能再度的進場 直接把H5所有的那個電扇 而且這一次 雖然說小安有一個驚人能夠來撐一段時間 但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只要你被上到了印之以後 後面進來的杯體是一定能在驚人以後 把你給點掉的 誒 這是王者回歸嗎 閃電郎經過了算是兩個禮拜的一個休息 在對上HQ的第一場比賽 沒有任何的大失誤 用他們的主宰能力拿下了第一場比賽 乾淨俐落的一場 前面的一個營運到中期的一個關鍵 唯一的一個關鍵團戰 打完了以後直接把優勢擴大到HQ 根本搬不回來的一個狀態 最後一個團其實 因為裝備真的差太多了 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雖然都跑掉了 就是有第一時間拉退了夜雪大絕 但還是沒有用 就可能進來以後你還是根本躲不掉 後期這裝備的傷害已經差到就是 我進轉的大絕開了 但進轉的大絕畢竟不是一個無敵 而是會保持在10血量的一個 差不多10%左右 雖然你血量還是有加回來一點 可是完全沒有用 因為那個血量是 可能Betty跟Redder一人一槍 你就會死掉的血量 對 這一個大絕跟小圈的套路 沒辦法瞬間配在一起 我們也看到 就是進爪跟阿齊爾的大 其實在每次的配合上都是 沒有說即時的放到 就是通常都閃電狼打完了傷害 你阿齊爾推出了打 但你的傷害已經吃滿了 你沒有辦法在後續的撤退 就算撤退 對面的追擊能力也是非常恐怖 對 我覺得關鍵還是在於 把紅鬚那邊演團下來的那個團戰 直接奠定了一切 就A出這邊的陣容很明顯的 你要跟你打一個後期 我甚至終期願意出防裝 去避免可能的一個碰撞 然後我物件也都給你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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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try my my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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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